Welcome to the JR Lee Podcast where we talk about ways to expand your mentality and improve your life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happiness or to be more precise, well-being 今天终于要来聊聊 关于幸福这件事情 如何追求幸福 这集podcast呢 之前我们是一再的delay 就是为了要把资料准备得更加完善 那现在呢 我终于觉得到一个段落了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但是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谈论 关于男女恋爱上这种幸福 以后会有机会谈论到这个主题 最近我也是读了蛮多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也是蛮期待跟你们分享 但今天呢 我们会着重在 生而为一个人 生而为一个个体 我们怎么样在人生百年当中 达到幸福这件事 那今天的podcast呢 是参考正向心理学之父 马丁塞利格曼教授 他目前在宾州大学任教 他在2010年 他所推出的理论 那在2010年 他推翻了 或者是说完善了 他之前的理论 并且在他的著作 Flourish当中提出了 所谓的幸福理论 那我在去年 2023年的podcast访谈当中 还有听到教授 在谈论幸福理论 所以这应该是 非常update的资料资讯 来跟你们分享 那首先我必须说 中文的幸福这两个字 我始终觉得没有办法 完全的诠释出他的本意 英文是wellbeing theory wellbeing 那wellbeing是一种 感到快乐 健康 繁盛的状态 那待会儿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发现 有时候人要繁盛啊 不见得都是 happy happy happy的 有时候也会伴随着痛苦 但有时候痛苦会带来意义 也会为人带来繁盛 所以wellbeing 用幸福这两个字来诠释呢 我觉得有一定程度的 没有办法完全match到 但总之 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们待会儿都会统称幸福 只是让你们了解一下 那在这一期的商业周刊 他的封面故事 刚好就是练习幸福 那他电话专访了 Arthur Brooks 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 那这位教授呢 他在哈佛开了一堂 很有名的课叫做 领导力与快乐学 那就这么巧的 我最近手上正在读的书呢 就是Arthur Brooks的著作 那在书里面呢 他也有提到 马丁塞里格曼教授 那么商业周刊 访问的另外一位 故事人物是谁呢 是台湾非常有人气的心理师 周慕兹 那你或许有听过 他的畅销书情绪勒索 已经卖出了25万册 如果你自己有在写书的人呢 就知道 这在台湾来讲 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更巧的是呢 本集podcast 由周慕兹的线上课程赞助 我跟你讲 就是这么巧 在我跟周慕兹这个团队的联系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商业周刊 出了这个专题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巧 那我个人呢 也把这个课程的读 看了 看了大概60%了 那我个人是真心的非常推荐 所以老师的全方位关系应用线上课呢 就像我讲的 我看了大概60% 总长是11个小时 那他的主题是关于 如何在家庭关系 伴侣关系 还有职场关系当中 建立起你个人的情绪界限 然后切断情绪勒索的循环 那我是可以感受到老师 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諮商经验 在这个商业周刊的专访当中 他就有提到 在他人气爆棚之后 他第一年365天呢 就有360场演讲 这真的非常夸张 那个你说我也常在演讲嘛 如果我一年有30场 我就觉得已经蛮多了 有时候会觉得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但是360场 这到底是什么概念 我实在无法参透 但即便这么忙碌呢 他强调他还是坚持 每个礼拜要接受10个个案 就是要维持他对资商的sense 要维持他对这个 社会集体心理问题的一个sense 所以在老师的课程当中 他举的例子也好 他讲的个案 他实际的方法都非常的接地气 有提到说 比如说世代之间的问题啦 老一辈的跟我们年轻一辈的 也有提到说 这个职场当中老板跟下属 还有同事之间的问题 还有先生跟太太之间的问题 怎么样用很实际的方式呢 来去理解对方 理解自己 然后解决问题 那有兴趣的话呢 不然我们现在来听听看 他一个片段 来给你们听听看 也就是说 在我们台湾的文化里面 我们关系越好 情绪界限一定要越模糊 你为我的情绪负责 我为你的情绪负责 这个是基本款 所以如果你发现 有这样的状况 请你了解 这不是你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文化习惯 因此要慢慢去建立 彼此的情绪界限 其实是很难的 这个界限的建立 这就是老师的课程 全方位关系应用线上课 那如果对老师的课程 有兴趣的人呢 募资老师的课呢 现在不是募资阶段 对不起 我这样 我想了一个冷笑话 OK立刻购买 就可以立刻上课 不用等 11个小时 无限次播放 那现在课程 平台上面是有限时的 低于六折的优惠 另外 我们的podcast听众呢 你们有福气了 有500元的现金折扣 只要记得在结账的时候 输入 优惠码JR500 JR500 立刻省下500元现金 记得一定要在结账的时候 输入JR500 立刻省下500元现金 那活动呢 也只有到4月3号为止 所以卡朱爱金 有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来参考看看 alright 好 非常感谢你们 那现在呢 我们就正式的进入 今天的主题 好 几年前呢 有一次我回家过年 回老家过年 那我们大家族聚会 就有这么一段对话 让我印象深刻 记忆犹新 直到今天为止 这是我堂哥和堂嫂之间的 一段对话 那It's not word for word 我没有办法完全百分之百记住 但大致上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的堂哥他就说呢 就不知道聊到什么话题 堂哥突然就说 如果我老婆先走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这时候我的堂嫂啊 他就很霸气的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啊我就不像我老公啊 我就想得很开啊 人生到最后 终究都是一个人的旅程 所以他的意思是呢 老公是老公 我是我 我们终究都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 还有孩子 孩子是孩子 他们有自己的人生 我的幸福也不应该建立在孩子之上 那我听了这段对话呢 我那时候当下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心态 而且是非常健康的心态 就是说呢 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根据这个皮油中心2021年的调查 大多数先进国家的人民都会认为说 家庭赋予了他们人生最大的意义 那我相信在东方社会也一定是如此 家庭赋予了我们很重要的人生意义 但是相对的呢 数一数二痛苦的也是家庭冲突 所以它可以带给你最大的人生意义 但是如果痛苦起来 它也是最痛苦的数一数二 那之后呢 我们会谈论到这个 人际关系跟幸福之间的关联性 但我们就回到这个 我唐嫂的身上好了 我觉得她的心态是相当健康的 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负责 当我们是一个家庭为单位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家庭要建立我们家庭的文化 我们有家庭的情感 但是终究呢 我的幸福不能够依赖 重点是不能依赖我的先生 我的幸福不能依赖我的孩子 我还是要为自己负责 我就非常欣赏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就讲到这里啊 既然人终究都是一个人的旅程 不管你有没有家庭 那究竟怎么样追求幸福呢 这边就要跟各位介绍 所谓的幸福理论 Well-being theory 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马丁塞里格曼教授他所提出的 那它里面有五项要素 五个要素会构成你的幸福 好 那这个待会的podcast当中呢 除了讲到这五个要素 它的背后的理论 还会跟你们讲说 我们可以实际做哪些练习 来显著的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好 那幸福由哪五个要素构成呢 有一个简单的口诀叫做perma 美国人很喜欢用这种简称 perma 那perma就是五个字母组成 perma perma 请大家要记住 那在学术上呢 这五个要素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那三个条件呢 就是这五个要素要分别 有助于提升你的幸福感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人们追求它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 而不是为了其他元素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它的定义和测量是独立于其他元素的 OK 这已经非常学术了 那我也是一言以蔽之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看这本书 但是呢 学术上它就是这样子来定义的 这五个要素 它是各自独立 那这五个要素呢 分别就是perma positive emotions engagement positive relations meaning and accomplishment 中文分别是正向情绪 投入的程度 正向关系 还有意义和成就感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到正向情绪 positive emotions 那赛利格曼教授之所以会推翻 或者是说完善了他之前的理论 是因为啊 人的幸福不能够单用快乐的程度来去衡量 因为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快乐的事情 却是有助于提升幸福的 譬如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也是教授他的讲的例子 他说 譬如说生孩子 生孩子呢 其实有生产上的生理上的痛苦 痛楚 有潜在的产后心理忧郁的层面 还有要照顾小孩就意味着 你要牺牲自己 经济上要牺牲 时间上要牺牲 机会上要牺牲 所以呢 各方面来讲呢 这不会是一个 怎么样呢 都不会是一个正向很正向的情绪 可是呢 孩子呢 却为自己带来了什么呢 生命的新的意义 他赋予了你人生中新的角色 让你能够看待世界的方式变得不一样了 因此 他提升了你的幸福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perma里面的m这个元素 meaning 他带来了意义 虽然他没有带来正向的情绪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正向情绪呢 是幸福中的一环 但他绝对不是全部 好 你要追求幸福绝对不是每天都是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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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快乐快乐 不是这样子的 正向情绪只是幸福当中的一环而已 好 那在1930年代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研究 1930年代 他们针对修女去做了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呢 我看过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被引用 而且重点是呢 这个相关的研究文献是相当丰富的 也就是说 有很多的后续的研究呢 后代的研究去replicate它 去应验它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值得拿出来的标杆性的研究 那他就在研究什么呢 正向情绪跟寿命长短之间的关系性 那你要研究这个议题的话 首先有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你必须要找到一堆 一群 数量还要够 一群同质性非常高的研究对象 我们要尽量去减少它的变数 你这样子才能够控制它其他的变因嘛 对不对 所以他要找的对象必须是 作息正常 不焉不久 没有性传染病 而且最好是有相同的价值体系 而且有良好的医疗照护 和类似的起居环境 那有什么样的对象 是比修女还要好的呢 一起住在修道院里面 不焉不久 作息正常 有相同的价值体系 当然更没有性传染病 这种东西 对不对 好 所以他们就针对了 140位修女 去研究他们当初申请 入修道院时的申请论文 那他们怎么研究呢 他们就去数算 他们的论文当中 到底使用了多少个正向情绪的字眼 譬如有人的申请论文当中就写到说 我热切的渴慕要服侍耶稣 好 有或没有使用正向情绪字眼的人数呢 刚好就落在一半一半 有一些修女有 有些修女就没有 结果60年后呢 研究人员就开封 再继续调查 追踪调查 到底还有谁还活着 那数字 大约是以下 在85岁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当初有用至少一个正向情绪字眼的修女 当中呢 这样的人当中呢 有大概90%的人还活着 相比之下呢 另外一半没有使用任何正向情绪字眼的修女当中 还在世的有52% 所以是90%对上52% 然后他们进一步的来看到 在90岁这个年纪的人当中呢 当初有使用正向情绪字眼的人呢 50%的人还在世 那没有使用的人呢 是12%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标杆性的研究 有兴趣的话 你们去找寻一下 1930年代 关于修女与寿命的研究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 正向情绪它一定会 甚至会 应该说甚至会影响你的生理 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寿命 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 它是对于你的幸福 是有绝对的正向影响的 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提升 我们的正向情绪呢 特别是在一个 充斥着负面新闻 充斥着负面事件 还有很多社群媒体影响的环境当中呢 有一个练习 叫做三好练习 我觉得这个中文听起来有点巴骨啊 三好练习 但是英文就是 3 good things 重点就是呢 每天请你试写下 三件值得感谢的事情 每天你就拿一张纸 写下三件你觉得值得感谢的事情 好 那它的原理是这样子的 人有所谓的负向偏误 negativity bias negativity bias是什么呢 就是比起正面的资讯 我们更容易去注意到负面资讯 那这是人类几百万年演化下来的一个结果 这是人类的一个生存机制 因为在远古社会呢 当你居住在部落里面的时候 当你还在这个什么 还有这个危机四面环四你的时候呢 随时可能会被老虎啊什么吃掉的时候呢 你需要常常对负面资讯有很高度的警觉来保护自己 但是现代社会跟远古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已经没有几乎是没有立即性的生命威胁 当然你说除了这个正在战争中的国家之外 我们讲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平和的状态之下 我们没有任何立即性的生命威胁 生命威胁 所以现在变成说我们的大脑还是习惯过度的在意负面资讯 但其实外在环境已经没有那么的关系到我们的生存了 我们过度的在意负面资讯呢 这个就是negativity bias 负向骗物 那削弱 如果我们想要去削弱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用另外一种情绪来取代它 用正向情绪来取代它 那研究人员就发现了最有效的情绪就是感谢 他们研究发现了感谢会让人变得更加慷慨 会变得更加心胸开阔 有耐心甚至会减少物欲 那研究也发现了情绪和记忆会形成一个回圈 你此时此刻的心情甚至会影响你对过去所经历的事的记忆 譬如我们举个例子让你好理解 假使你现在心情很不好 今天心情很不好 那么你回想昨天跟老板开会的一个经过 可能就会觉得更糟老板烂透了老板都不了解我老板很霸道 会加剧那个不好的感受 可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在一个心情很愉悦的状态 然后你回想昨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好像又没那么糟了 甚至会往好的一面想 哎呀老板昨天这样其实也是为了我好 因为老板这样训斥我的关系 我反而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会影响我们过去对过去经验的记忆 所以记录值得感谢的事情的时候 会提升你的正向情绪 甚至进一步影响你对过去的主观感受 这就是这个记录好事情的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效用 那此外呢 我记得我以前读了一本书 根据这个大卫洛克 Your Brain Network 中文书名是顺着大脑来生活 这一本书当中有提到 人越是集中注意力在值得感谢的事情上面的时候 你的大脑神经回路 AKA讲白话文 就是你的思考模式呢 就越容易去发现正向的事物 如果你有在追我们的podcast的话呢 过去我们有提到说 大脑神经回路就是大脑神经源之间的连结 那它有一个特性就是用尽废退 你越是经常用某种模式来思考 你就越会强化那个模式 你越是譬如说乐观思考 你就越容易乐观看待事情 你越是悲观思考 就越容易悲观来看待事情 这是你的大脑神经回路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结果 人的思考模式 所以当你越注意正向的事物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容易发现生命当中正向的事物 也因此三好练习 3 good things 每天写下三件事情 一个听起来这么老套俗气的方法 其实对于你的提升正向情绪 是有非常大的功效 因为它帮助你 第一个帮助你不断的invoke 唤起你的这个正向情绪 然后也甚至改变你对过去的一些主观感受 然后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甚至呢 让你在未来呢 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呢 更容易去注意到正向的事物 三好练习 有这么样的一个神奇的效果 但是却是一个这么不起眼的小功课 那我一直以来呢 我有跟你们分享过 我做影片也好 我做podcast也好 我看了什么理论 什么书籍 我一定会拿自己先做实验 我真的觉得很认定的东西呢 我才会跟你们分享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三好练习呢 我已经做了24天了 到今天为止 24天了 那么 坦白讲 坦白讲一开始 真的会想不到可以写什么 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东西 所以我第一天写到第三点的时候呢 最后想不到甚至还写什么呢 我写 我光是还活着 就是值得感谢的事情 但是想想 过去真的曾经有好几次 面临死亡关头 所以光是这一点 好像也是值得感谢的事情 但它的重点就是呢 不论或大或小 不论大小事件 你尽量去发掘你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的好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 你在做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太担心说 我这个感谢的事情会不会太小 不要这么想 我举一些 我这24天来写的一些例子好了 譬如呢 我最近一次呢 就在昨天 我就有写说 我去外面比完这个足球赛 我比了一天的足球赛 踢了90分钟回来 那我发现 以前我的下背部都会很酸 每次比完赛我都会很酸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 到底是不是我跑步 姿势有问题还是什么 那这一次比完赛呢 我发现我的下半背不酸了 但是我的臀中肌这个位置很酸 这就表示说 我赛前有试图调整自己的跑步姿势呢 是有用的 也就是说 我有正确的让臀中肌出力 反而我的下半背呢 就没有那么酸了 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写下来 因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感谢的事情 那又譬如呢 可能我跟爸妈一起吃饭 我觉得很开心 我就把这件事写下来 我跟朋友有什么互动 觉得很开心就写下来 甚至呢 有一些渺小到什么呢 我跟便利商店的某个店员的互动过程很愉快 我也把它写了下来 那我倒是有发现了 有很大比例的事项 我写的这些事项当中呢 很大比例都是跟人有关的 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在perma perma当中呢 第三个元素是什么呢 relations positive relations 正向人际关系 我们之后会讲到这个部分 那么后来我也有想到 我做这个练习到一半 我也有想到 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会有祷告的习惯 每天早上会祷告 睡前会祷告 吃饭前会祷告 那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最习惯会用感谢来开始 用感谢来开始 那我在做三好练习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好像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这种正向的情绪 是更明显的 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结果后来果不其然 我后来再继续读这个 Arthur Brooks的书 我读到 我刚刚Arthur Brooks 就是刚刚这位哈佛的教授 前面有提到 我在读Arthur Brooks的书的时候 他就有一段写到 One way to make gratitude even more effective is prayer or meditation 让感谢更发挥功效的方法是 祷告或冥想 所以就验证了我自己内心这个想法 所以果不其然的 因为当我们把想法化为言语的时候 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以前看过的脑科学的书当中 这个过程会强化你的神经连结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神经回路 因为你把它化为言语的一个过程 基本上必须要经过你的主动思考 必须要经过你的前额叶皮质 然后会强化你的这个思考模式 有点像是什么呢 Maybe有点像是这个学英文的时候 我们会鼓励大家要把它念出来 要把它讲出来一样 会强化你的学习效果 我希望我讲的科学的部分是对的 我必须说这是凭我的印象讲的 OK 如果你有新的这个opinion的话 或者是insight 记得留言给我们讲 那如果你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呢 其实你也可以靠着写日记 是非常好的方式 或者是他讲了一个很有功效的方式 就是你去思想看看你自己的死亡 你没有听错 请你试着思想你自己的死亡 在2011年有一项研究发现了 思想自己的死亡 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受试者感谢 会大幅度的提升受试者感谢的程度 而且高达11% 而且他们这些研究人员就说了 鲜少 鲜少有单一途径 可以达到这么可观的效果的方式 所以呢 思想自己的死亡 就像我刚才 我刚才也有写嘛 我想不到可以感谢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感谢说 我还活着 这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情 那如果你在进一步思考 对我以前过去曾经有两三次差点死 差点死亡 差点跟死亡 擦边球的经验 你也可以这样子进一步去思想看看 如果你的人生就这样真的走了 会怎么样 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你会发现 对我今天光是活着 就是值得感谢的事情 那活着之上的都是多的 都是加分的 你会更加的感谢 所以三好练习呢 是关于提升正向情绪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是perma五大元素里面的 第一个 positive emotions 提升正向情绪 Alright 大脑还可以消化吗 我知道今天资讯很多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 OK 第二个 投入生命的程度 engagement engagement 好 当然我们讲到engagement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提到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心流 心流或许你有听过 英文是the flow I'm in the flow 我正在状态当中的意思 I'm in the flow go with the flow Alright 心流其实是一个 应该算是心理学上面 一个名词 它形容的是 当人进入时间暂停的感觉 那种阶段 譬如说你做一件事情 很亢奋 很享受 进入时间暂停的感受 Alright 比如说我踢足球的时候 我很爱踢足球 我踢足球 我会真的忘记时间 然后常常踢到自己受伤 那这个受伤都是自己疲劳 肌肉过度疲劳造成的 因为我太享受那个过程了 那有时候你可能在 弹奏音乐 进入到心流的状态 你有时候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你很喜欢的阅读 进入心流的状态 Alright 好 这就是the flow 进入心流 那心流状态呢 它有两个构成的条件 第一个是呢 压力 关于压力 我们都知道 人在压力大的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正常的function 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 但是压力过小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样的一个现象 当人的压力太小呢 人是没有办法提起劲 来去挑战 来去做事情的 那压力过大就更不用说 会慌张 会紧张 会无法思考 所以你这个压力的值呢 必须要在一个适量 那我们称这个压力的适量值呢 称作为优质压力 或者是正面压力 优质压力 正面压力 好 所以当人在正面或优质压力之下呢 人们容易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 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优质压力之下呢 你必须要善用自己的招牌优势 Signature Strength 好 什么是招牌优势 Signature Strength呢 你可以上到马丁赛利格曼教授 他架设了一个网站 这已经是架了N年了 他们说他们每年都有数万人 去做这个测试 那这个网址是 www.authentichappiness.org www.authentichappiness.org OK 这就是网站 那什么是招牌优势呢 它是一系列的品德特质 我强调不是一般特质 是你的品德的特质 那这当中就包含像是 感恩啊 关怀啊 善良 谨慎 幽默 零性等等 还有好像二十几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测验 那马丁赛利格曼教授呢 我为了准备这个podcast 我就稍微去 除了看完他的书之后 我又稍微看了一下 他在YouTube上面的一些短讲 非常的精彩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样的内容 他就有讲到说 其实不同的职业 他们做了数万人的这样的调查 不同的职业 他们呢会展现出 不同 蛮明显的不同的招牌优势 譬如说他们提到这个公司的CEO 他们有几个明显的招牌优势 包含了热情 希望 还有好奇心 但如果是老师的话呢 又很不一样 老师展现出来的招牌优势是 感恩的心 关怀 善良 还有善于原谅别人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招牌优势 好 有兴趣的话呢 再次强调 你们可以去上这个网站 自己去测试一下 www.authentichappiness.org 当然它是英文的 所以英文要好一点 那当你在适度压力之下 然后又充分发挥你的招牌优势的时候 你就会进入所谓的心流状态 alright 这是理论的部分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提升自己投入生命的程度呢 有这么一个做法 现在 请你去试想看看 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的日常工作当中 让你最感到厌烦的一个部分 你最讨厌的一个部分 让你日子过不下去的那一个部分 给你们一点时间思考一下 好 想到了吗 然后呢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运用你的招牌优势来面对这项任务 用你的招牌优势来面对这项任务 好 所以这个 马丁塞利格曼教授就举了他一个学生的例子 他说这个学生呢 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呢 为了要赚钱 美国学费很贵 生活费也很贵 为了要赚钱哦 他就边做研究 边在超商当这个收银台的装带员 那装带员是什么呢 不是收银员哦 装带员是 收银员旁边的一个负责帮忙装带子的 帮客人装带子的 有点像是Costco那个 每次在结账的时候 旁边都会有一个人一直帮你装箱 这就是装带员的工作 那他就说呢 这个学生非常讨厌 他生活当中的这一个部分 他觉得非常的无聊 而且常常遇到一些很不喜欢的客户 这样子 所以 这个学生呢 他就做了这个练习 那这位学生 他的招牌优势是 Social Intelligence Social Intelligence 社交的知识能力 他的社交能力 是他的招牌优势 那他怎么样运用 社交能力 在他的装带员工作当中呢 他就在内心当中 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 他跟自己说 我要让每一个 被我服务过的客户呢 都想起 那个服务的经历的时候呢 都觉得是他那一天当中呢 所经历的最棒的社交经验 All right 他想要让每一个客户呢 都有这样子的感受 那当然 现实是呢 过程当中呢 还是有很多的奥契 过程当中 还是会遇到不理不睬的过程当中 也会遇到这个 踢到铁板的时候呢 但是因为首先 从他自己的心态开始 和心情开始呢 都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原本觉得很冗长的时间 很无聊的工作 甚至有点讨厌的工作 后来仿佛呢 感觉 诶 时间加快了 这就是因为 他在一定的压力之下呢 运用了他的招牌优势 所以进入了 所谓的心流状态 那如果 想要让你们再更加理解的话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自己真的有去做这个测试 然后我的招牌优势是什么呢 好 JR的招牌优势 我们来公开一下 我得分最高的几个面向是 第一个 判断能力 蛮开心 判断的能力 谨慎 谦卑 灵性 和幽默 All right 讲得我好像之前很伟大一样 那我就来冲康我自己一下好了 我分数最低的是 爱 我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那我就会想说 到底为什么呢 我以为我是一个蛮有爱的人 那我后来就想一想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我太冷静了 我太会冷眼旁观了 看着这个社会百态 然后无动于衷 好像不是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这个是不是世道没落了 这个爱心冷却了 这个不好不好不好 那马丁塞丁格曼教授也有提到说 虽然要发挥这个招牌优势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改善你的弱项的话 你就可以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完善 所以我现在知道我的弱项 我就要变得更有爱心一点 我爱你们 真的很爱你们 是这样子吗 我爱你们 我要学习什么样去更多的付出爱 好 那我个人我最讨厌的工作事项是什么呢 坦白讲是看留言 很多人都会说 你身为一个自媒体主 你就是要增加你跟你的观众的互动 当然这个没有问题 其实我是很享受跟观众互动的 但是当你的流量已经大到冲出自己的同温层之外 有时候你就会遇到很多的酸民 其实我讨厌的是这个部分 我很讨厌面对酸民 但基本上其实我根本没有在面对他们的 因为我一直深信一句话 就是 就是什么的 I don't have time for haters You don't have time for haters 我没有时间花在酸民上面 因为他们不值得我花时间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光是照顾我自己的观众就来不及了 怎么会花时间在酸民身上呢 所以基本上呢 我是不大会理会酸民的啦 但是难免嘛 因为你在看你自己的粉丝的留言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东边跳一个西边 跳一个酸民留言出来 就譬如最近呢 我就做了一个影片 那就冲出了我的同温层 我做了一个 后来又把它切成很多的shorts 它就冲出同温层呢 现在有个shorts 20几万人观看 然后留言超多的 I'm sorry 每天呢 我的后台呢 就会看到一堆的留言 但是因为这个影片呢 是关于媒体 关于媒体信任度的一个调查 我是引用RISJ 牛津大学新闻学研究所的报告 来去排列台湾最受信任 最不受信任的媒体 那当然这个结果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但我想 我的想法是我尽量客观 我就是引用这个数据来跟大家讲 那当然 这个底下的留言呢 一开始还好 但是慢慢的呢 越来越多人的时候 就开始很多人比较激进一点 我就被骂了 被贴了各式各样的标签 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 我又被贴什么样的标签呢 有人说我是脑残小草 有人说我是蓝银的 有人说我是中共同路人 有人说我是1450 各位仔细思考的话呢 其实这所有的面向我都被骂了 台湾所有的颜色呢 我都被贴标签了 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很讨厌看这些留言 我就觉得很多不理性的观众 真的是抱歉 跟你们讲这些事情 但是我就后来就开始思考说 好 那我可以怎么用我的招牌优势 来去面对 我不可避免的工作当中的 这一件事呢 虽然我已经尽量避免 但是还是难免看到 我就想说 我的招牌优势当中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谦卑 一个叫做幽默 好 所以坦白讲 我在看到这些酸民留言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些人是有建设性的 有建设性的酸民 他讲的东西蛮有道理的 只是说他蛮没有礼貌 或者是人身攻击 但这种东西 这种留言 我看到的时候呢 我会接受 我会虚心接受 我会虚心受教 因为他言之有误 所以我就发挥了我的 谦卑的招牌优势 然后借此让自己成长 然后我也判断 我也判断 这个是不是符合我的状态 但是呢 大部分呢 其实是 就真的是言之无误 但是又很尖酸 刻薄的留言了 我就用我另外一项 超白优势 你们想到了吗 就是 幽默 对 我就用幽默一对 哦 他这样子来对待我 那大家都说 就是大家帮我贴了 台湾所有的颜色标签都贴了 表示说大家真的看不出来 我的立场是什么 那也代表我这部影片成功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带出一个 比较相对客观的 我必须说 只能说相对客观 因为人都有主观 我本来就想带出相对客观的一个影片主题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贴了我各式各样的标签的话 表示说大家真的猜不透我的主观立场是什么 那也不实为一件好事啊 给自己赞 就优自己一抹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用自己的招牌优势来去面对自己最不喜欢的工作 然后我就会进一步思考说 我是不是对这些人太没有爱了呢 来强化一下自己的弱相 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提升自己的投入生命的程度 用你的招牌优势进入心流状态 在适度的压力下进入心流状态 那各位就可以去思考看看 你的招牌优势是什么呢 或者去做一下测试 然后思考一下 你在生活当中最讨厌的部分是什么 用你的招牌优势来去面对它 OK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Perma里面的前面两项 第一个是positive emotions 正向情绪 我们知道正向情绪对于你的 甚至是生理的状态都会产生很正向的影响 正向情绪 第二个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投入生命的程度 然后我们分别可以用三好练习 每天写下三件好事这样的练习 或者你祷告 或者你冥想来提升正向情绪 然后呢 在提升投入生命的程度 我们要讲求的是进入心流状态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用你的招牌优势去面对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压力 All right And that's it for today 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不想要一次塞太多的资讯给你们 以免你们脑袋爆炸 我整理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我自己都快爆炸了 但我们下一集podcast呢 就会讲到接下来的几个部分 刚刚我们讲到了P和E 那下一集podcast我们就会来讨论R M和A把perma给讲完 那RMA分别是正向人际关系 生命的意义 还有成就感 如何提升你的幸福 Wellbeing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记得给我们的 喜欢这个podcast的话 记得给我们五颗心评价 也可以留言 我会尽量看的哦 但是不要当酸民哦 还有我爱你们哦 All right